小宝宝长入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,孩子什么时候应该长牙,什么时候出牙上来等等这些问题,都是宝妈妈心中的疑问。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宝宝长牙的那些事。 揭秘,宝宝长牙晚是怎么回事? 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,正常情况下,宝宝什么时候该长牙呢? 造成宝宝长牙晚的原因有很多,第一个因素就是遗传因素,如果说父母小时候长牙时间比较晚,那么宝宝的长牙时间可能也会随之晚。 如果父母小时候长牙早的话,宝宝的长牙时间也可能早,在影响宝宝长牙时间上遗传因素起着关键作用。 另外一种情况是缺乏营养,比如缺钙,如何判断是不是属于缺钙呢? 就是你会发现宝宝除了长牙晚之外,身体上也会出现消瘦、出汗多、睡眠障碍、头发激少、爱哭呢等异常迹象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就需要警惕是不是宝宝缺钙了? 还有一种情况是疾病的干扰,如果是宝宝患有疼势症,脑下垂体分泌异常、外黑层发育不全等疾病,也会影响长牙的时间。 宝宝长牙晚说明骨骼发育不好吗? 长牙是宝宝身体发育的重要标志,正常长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宝宝的发育正常。 那么反过来说,如果是长牙晚,就表明宝宝的发育不好吗? 相对于长牙晚的宝宝来说,长牙早的宝宝确实说明它们的骨骼生长较快。 当然,这只是相对而言,只要不是由于缺带或疾病所致的长牙晚,一般来说是不会影响今后骨骼的生长发育的。 而且宝宝的长高主要是靠长骨四肢骨的生长,长骨的生长主要是在骨干两端的干头端和骨头间的软骨阻气中进行。 宝宝长压晚怎么办? 两大妙招来解决。 一,注意,厌食营养。 人体内概99%都是分布在骨骼和牙齿中,所以可想而知,在一定程度上概念不足,会带来宝宝长牙晚的异患。 那么应该怎么改变呢? 不妨在宝宝长牙期,可以添加腐蚀的时候,注意全面加强营养,尤其是适量添加感,微生素D以及0的微量元素,保证宝宝体内概的充足。 二,多晒太阳,很多人认为,晒太阳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做的事。 当然不是,晒太阳可不分年龄,而且对人体的好处是不少的。 据悉,人体中微生素D,其中有90%,就是依靠晒太阳而获得的。 它可以帮助人体摄取和吸收钙,连对婴儿软骨病,勾楼病有预防作用。 所以在做好防晒的前提下,宝妈们可以试得带孩子到父妈接受一下阳光的沐浴。 当然时间上不宜过长,写在最后,很多时候,宝宝长牙早晚还是因人而异的,并且有一定的遗传倾向,并不一定都是缺带或患病。 所以当发现宝宝长牙时间晚的话,宝妈们先不要过于心急的给宝宝盲目补盖,还是做完全面细致的检查之后,根据医生的建议再做计划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